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怎么办 跟弟兄们商 不能强攻 必须智取 想个换虎出洞的办法 把杜丽三沿进新民府把他干掉 至于他手下那些党羽就好收拾了 这件事是绝对的保密 一旦传进杜丽三的耳朵 前功就得尽弃 那么大家也知道 杜丽三比鬼的都鬼 比狐狸都狡猾 能不能上这个大 这是个关键问题啊 后来他们想到 必须找出一个 又能说又能讲 还得杜丽三十分信得过的人 上青马砍三界沟 走一趟 但谁称职啊 后来想起来 新民府街里 有一座战山烧锅 开这烧锅的老东家叫高湛山 非他不可 这高湛山呢 还是张作霖的老干爹 又是张作霖的救命恩人 想当初张作霖当马贼的时候 大闹新民府 没有老高头帮他的忙 张作霖十个都死了 爷儿俩感情处得是非常非常好 自从张作霖进了新民府之后 他的张公馆就设在战山烧锅的跨院 因为一时半时找不着那好房子 他干爹就把院给腾出来了 不但张作霖的家属住的这 张作霖那个所谓的妹子田小凤 田的丫头也住的这 这两家人处的比一家还轻 不知道的 拿高湛山就当张作霖的亲爹 一日三次问安 有功夫爷俩就谈亲 有时候高湛山高兴了 首年虚然盯着张作霖 是块材料 是块材料啊 我当初看的不错吧 我就知道你小子有一天 非得飞黄腾达 今天硬点了吧 好啊 好好干 前途不可限量啊 你露脸干爹我也高兴 张作霖呢 知道爹喜欢什么 想方设法满足要求 这个人就在眼前 哎 张作霖就忘了这茬呢 等大伙一劈醒 张作霖一拍脑袋 对啊 看来办此事 非他老人家出头不可 那个说他出头 怎么就好使唤呢 杜丽三就听他的吗 对 因为他们之间 也有一定的感情 说起来高湛山 跟杜丽三的爹杜老派 有一段关系 两个人是生死的弟兄 那么后来分道扬镳 杜老派占据三界沟 成了路里人了 大柳子里的大拦把 你这高湛山走的是正路 开始经商 在新民府开了烧果 尽管如此 在前些年 他们的书信是往来不断 高湛山还曾经去过三界沟 看望杜老派 住上个十天半月的 老哥俩 谈起年轻的时候的事 是非常高兴 杜丽三呢 拿高湛山当老伯 比他亲伯父还亲 也可以说高湛山 是看着杜丽三长大的 你看旁人说话 他可能不听 要高湛山说话 他能相信 这个温信在那摆着的 只是最近这三五年 好像有点疏远了 因为什么呢 杜老派 已经死去四年了 老派死了之后 高湛山呢 就一直没去青马 砍三界沟 但是也通过几次信 这些事情官府 当然不知道了 瞒不了张作霖呢 所以张作霖想的这件事 如果老高头亲自出马 顺说杜丽三 他不能不相信 但是老头能不能干 还在两说着 他们计划好了 张作霖起身回家 孙烈臣在后的跟着他 临分手之时 叮嘱张作霖呢 兄弟 我知道你这个人很讲义气 但是分什么事 就在你干爹面前 你也不要吐露实情啊 你要说咱定的是一条计 骗杜丽三来当官 实质上是要他的命 你要把这个事告诉老高头 可就麻烦了 他肯定不能给咱们帮忙 好一好 还许坏了咱们的大事 到了现在 你就得瞪眼说瞎话呀 不管他怎么套 你也不能吐露实情 大哥 这个事儿如果一旦实现了 我干爹要质问我 我怎么答复 哎呀 此一时彼一时 到那时候再说吧 现在顾不了那么多了 张作霖边头 就这样回到家里了 草草的用霸晚饭 还像往常一样 来给老干爹问安 今天高战山特别高兴啊 一看张作霖来了 老头起身让座 雨婷啊 你现在升了五营从领 这官儿虽然不太大 可有实权啊 这么干就对了 迟早有一天 你啊能做奉天的将军 到了那时候 我跟着也借去逛 烧锅不干了 跟你搬进奉天城 去享福去 那是自然 那是自然 张作霖边 张作霖头起所好 谈了一会儿闲话 话风一转 谈到正题上的 干爹 有件事 我打算求您 您答应就答应 不答应就算了 什么事 缺钱 不 钱不缺 有件特殊的大事 我接着将军府的通知 将军大人的意思 要招安杜丽三啊 而且答应给他 七营统领之职 比我这官儿 还大着一击呢 您说是喜事 是坏事 师父 要招安杜丽三 哎呀 这是好事啊 雨婷啊 对老杜丽父子 我太了解了 老子英雄 儿好汉 强将手下 吴若兵啊 虽然说 我那老弟兄杜老畔 不在了 听说他儿子杜丽三 那是一个干爹 他那柳子 好几千人啊 要真把他招安了 不但对朝廷有利 对地方的老百姓 也有好处啊 太好了 那么什么时候 把他招到新民来 现在不好说呀 我跟你老人家呀 就商量这个事 我甚至这杜丽三 人是不错 也是个干将 但是 他疑心太大 鼠操操的 对任何人 他也不相信 过去我们多年打交道 我就发现这个人 疑神疑鬼 就因为这一点呢 我们俩脾气不对路 处得好像疏远一些 那么现在官府 想要招安他 难免他有种种的猜测 可能怀疑官府 要对他 要下什么毒手 或者是利用他 掩诱他 等等等 他不定怎么想 我估摸着他不能来 他要不接受招安 老干爹 这我可知道 官府一怒 发重兵 就要挡平翻结沟 杀他们个羁押不胜 恶犬不理我 现在一场大祸就在眼前 为这事我挺着急 我有心给他写封信 我把他给驳回来 让别人见他去解释 怕他又不听 因此我这 我就想到您头上了 老干爹 您能不能给我帮帮忙啊 也是给官府和朝廷帮忙 能顺说杜立三 接受招安 老人家 您也算立了一件大功了 哦 哎呀 雨林啊 按理说呢 我是义不容辞 应该去一趟 但是我跟他爹有交情 我跟他 还有一定的距离 他能不能听我的话 这话还说不定啊 好啊 难道就找不出一个比我强的人吗 没有了 除您 没有第二位 干爹 我不忍心说这话 您这么大年纪了 奔波劳碌 还得上一趟三接沟 这玩意有点强人所难 可是 又有什么办法 我想想 嗯 好吧 孩子 我不冲旁人 就冲咱爷俩的感情 我卖卖老 去一趟 这也是人之一金啊 先礼后兵 把成本厉害跟他讲清楚 他愿意接受赵安 那从此弃暗投明 走的正道上来 哎 他不愿意接受赵安 早晚脖子上挨刀 他自找的 张作霖说 干爹呀 无论如何 再难 您也得把他说服了 就我们弟兄的感情多年 我不忍心 他走到不好的那一步 是啊是啊 我尽力而为吧 诶 语婷啊 往空口说白话 他能相信吗 我手里得拿点平衡 自然 我马上去请示知府大人 给他写封信 我再配备一封信 您让人家拿着 书说简短 两封信准备好了 全交给高战山高老头 第二天老头 带了足够的穿资路费 带了个跟班的 车老板 另外坐着他们家 那个小车 是赶奔三界沟 临分手的时候 张作霖还是千叮咛万嘱托 就等这个回信 老头说 你放心吧 就这样起了身了 路上无话 但是说这天到了三界沟 清马海 小土匪一看来扔车子 呼拉超过去 把车子给拦住 站住 干什么呢 把车老板吓得一哆嗦 话说不出来了 老头经过大四年 把车帘撩起来 从车子里边钻出来了 弟兄们 别误会 烦老你们 给通病一声 告诉你们当家的杜立芬 你就说 他多年的老前辈 他爹的老朋友 高湛山 老高头求见 我是新民府开烧锅的 那么这些小土匪当中 有的在这干了不少年了 认得老高头 一看的是 到了半天是老爷子来了 您等等 我们现在就报信下 就这样撒脚如飞 到里边送信 这个时间能耽搁呀 一个多小时 因为从里鱼嘴 到中平大平 就十几里毕 往返就二十来里毕 尽管有快马 这时间也耽误的挺长 老头正等到不爱烦的时候 来了 杜立三跨骑是高头大吧 在身后跟着狗头军士 肃庆连 大炮头 李歪脸子 在后的包着标 领着四十名弟兄 像旋风一样 来到这儿 杜立三赶紧一片腿从马上跳下来 往前看了看 是 还真不错 就见杜立三 一公道地啊 老伯 哪阵 相风 把您给刮来了 小植 给您磕头了 嘿嘿嘿 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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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 我看看你 老高头戴上老花镜 上下打量 一看这杜立三真出现 比当初胖的多呀 那阵干巴巴的一个小孩 现在是标情大汉 紫红的脸胎 浓浓的眉毛 肉头鼻子厚嘴唇 二目放光是威风凛凛 相貌堂堂 好啊 好啊 长得活脱就是你爹呀 太一样了 老伯 此地并非讲话之错 里边行 众星彭越一般 把高战山接近中平大利 都立三评告意思 把自粮拔住 所有负责的人 全叫上来了 挨个给做了介绍 这帮人一看 大瓢瓦子 如此尊敬这位老者 自然不敢小瞧 都恭恭敬敬的 报了名 行了礼 杜立三一挥手 他们退卸去了 身边就是狗头军士 宋青莲在座 杜立三分发 给我老婆准备 被褥 老人家住几天 好好在这玩玩 另外高中造成 准备丰盛的酒宴 老头也没客气 那一会儿 闲客之后 酒宴拍摆下来 高战山做了正座 杜立三在彻座相陪 陪着吃饭的就是宋青莲 别人都没这资格 酒过三巡 菜过五味 杜立三一乐 老婆 无事不登三宝殿 您这一来 恐怕有大事吧 好啊 你算猜着了 不但是有大事 我还要向你道喜呢 哦 小知喜从何来 哎呀 孩子 我说话你别挑理啊 我跟你爹 多少年这交情 我们是光屁股 从一块长大的 这你都清楚 你爹不在了 我问心无愧 我就是你的老前辈 我就是你们家的当家人 我就是你爹 你愿意拼拨 哈哈哈哈 当然愿意 我真希望有您这样一个爹 好孩子 咱们说点正事吧 朝廷 要对你昭安啊 圣经将军 增其增的人 对你格外青睐 而且下了正事的公温 如果你接受昭安的话 要委任你七营的统领 官不小啊 好啊 你说这不是喜事吗 这个 杜立三一点消息也不知道 突如其来 他是又惊又喜 把筷子放下来 愣了能有三分钟 没说出话来 后来这才说 老伯 这是真的 孩子 我怎么能骗你呢 我没风没啥 我也不是吃饱的撑的 我怕你不相信 你看看这个 把西民府之府 曾运的亲笔信 还有张作霖的信 献过去了 张作霖不会写 是孙烈臣代笔写的 当他看完了 西民之府 曾运的信 面有得意之色 点点头 高占山就问 好啊 我说的 对不对 是这么回事不 是是是是 他把第二封信 就打开了 一看洛苦尔 张作霖 顿时杜立三的脸 啪就变了 从头到尾 看完之后 不由得 冲冲大怒 气啪啪啪啪 把信使思考 分碎 高占山也傻了 这 好啊 你 你 你怎么了 嘿嘿嘿 老伯呀 我真没想到 画龙画虎 男画虎 知人知面 不知心 咱们爷们 这么有交情 你还给张作霖 做走狗 要引我上台 怎么 你们想把我 骗尽新民府 置于死地不成 在这个世界上 谁的话我都信 唯独张作霖的话 我死也不信 老人家 你 你 你为什么要这么干 老头一听 这脸声也变了 我杜丽三 你血口喷人 你胡说八道 我一把胡子 这么淡的年纪了 我 我怎么 哎哎哎哎呀 好孩子 好孩子 话说的这 咱就算结束 既然你怀疑我给张作霖 当什么走狗 我什么什么事来骗你 你给我来个痛快 就这时狗头军事宋庆连 冲外的一百手火拉钞 进了十几个标行大汉 拎刀子的 拿绳索的 就要捆绑高战山 可杜丽三 用眼角的余光盯着 他一看啊 这老头不是说瞎话 这不是能看出来 他要跟张作霖 勾打连魂的心发虚 这么一下唬他 他肯定就对了 但是看他的表情 一肚子委屈 是真的 要既然这样 我如何是好 听众朋友 长篇评书《乱世枭雄》 今天就播送到这里 责任编辑张红 欢迎您明天继续收听